来看到这条超窄的巷弄 地点是在新竹市的东门街 因为巷弄宽度不大 两旁还画了黄线 有民众觉得这跟烤机车驾照时的 直线七秒关卡很相似 也忍不住说这个是住家版的直线七秒 骑士骑的机车龙头抓稳 准备穿越下载巷弄 要小心别撞到一旁的机车 还得克服路面颠颠勃勃 想穿越可得小心翼翼 比技术还得比平衡感 这地方就在新竹市东门街 超窄的巷弄 两旁画了黄线 有民众觉得这景象和烤机车驾照时的 直线七秒关卡很相似 直呼简直是住家版的直线七秒 这一幕也被民众po上网 直呼不能聆听 只能直线七秒通过 帖文一出掀起热论 有网友说根本是烤驾照 专用路线考前练习场 也有人笑说原来路考项目真有歧视 以前来讲比较大一点 是因为路面或是什么 所以它会变成比较少一点 这条街又称作新竹第一街 是新竹平原开垦七点 过去有不少市集街坊 历经多年演变 还保存具有代表性的小巷子 当地人直说很幸运 狭窄巷弄意外掀起话题 接下来徐志谦新竹报道 小巷